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厄运香港游泳代表团返港 何思培华享受比赛没有遗憾 厄运乒乓女子团体赛 港队16行直播 大家好 我是黄泳奇 历史博物馆建立国家安全展览厅 明天开始开放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理想化 期望展览提升公众的国家安全仪式 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面对顺势万变的国际局势 地区冲突频繁 外部势力唯独打压 我们必须增强优化意识 极限行为 维护国家安全是特区政府的决认 也是包括香港居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 特区政府会全面准确冠切一国两制方针 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全面提升国家安全教育 透过安排参观国家安全简单厅 更好地推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加强市民 拒绝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和承担 中联办主任郑雁雄支持的时候 祝贺香港运动员在巴黎奥运 为国为港争光 有提醒要时刻记住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香港体育健儿在巴黎奥运会赛场上惊艳全球 张家朗江敏慧两位香港决数运动员 书写了剑子世界第一 双剑同灾双金的传奇故事 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香港青年自强不息 永不延弃的精神风貌 生动演绎了打不死 吹不垮的狮子山精神 也为新阶段香港推进高质量发展 带来了坚定信心和友谊启示 香港特区正在油自极星的光明大道上 永逸前行 越是这个时候 越不能淡忘国家安全 古人说 国谁大 好战必亡 天下谁安 旺战必危 我们追求的是平平安安 疏疏堂堂的生活 但必须常常提醒大家警觉 实时高选法治的利剑 重量驻港国安公署署长董经维华 维护国家安全是全中国人民的责任 只要国家安全 香港才能够繁荣稳定 香港特区国家安全展览厅隆重开幕 这是香港国家安全宣传教育的一件大事 喜事 回顾香港 从游乱到治 走向油自极星的历程 我们深刻认识到 安是最大的福 乱是最大的祸 只有国家安全坚入磐石 才能保佑香港 长期繁荣稳定 维护国家安全 只有一国之责 没有两制之分 准下点奥运消息 奥运香港游泳代表团 由巴黎回香港 拿到100米和200米自由泳 两面同牌的何思培华 已经尽力 没有留下遗憾 我自己就很享受今届奥运 因为我的目标 都是希望自己可以 好好发挥到自己的水准 还有我经常都说 过程比结果更加重要 所以我觉得 只要我在比赛 过去那三年训练 尽了自己努力 在比赛中 做到自己最好的 我就觉得没有遗憾 我去这些奥运的目标 不是希望为了成为 拿到最多奖牌的运动员 我都是做了自己的本分 尽力去比赛尽力去游 然后可以为香港争光是一个光荣 何思培博又说 暂时未想到如何运用 获得最少三百万的奖金 会先休息再投入分宴 准备十月中的比赛 我最想做的是睡觉 因为过去那两个星期 一去到村道 然后又连续这么多日比赛 其实你这么紧张 和那么兴奋 其实晚上都睡得不太好 当我比赛之后 那一天开始就已经 可能还是在比赛的状态上 所以睡都不是睡得很好 所以我很期待 来这几天只是在家睡觉 什么都不做 我今年还有很多不同的比赛 所以都是暂时奥运之后 可以在家好好休息 take a break 之后再回来训练 吴提提长排榜 排榜首的是美国 中国暂时排第二 而香港排第二十一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全会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在三百多项措施中 有提到加快建立遭够并举的住房制度 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等 研究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学者 郑永连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 在内地人均居住面积过剩 人口下跌的背景之下 当局需要解决房地产之余分配不均的问题 房地产的高峰已经过去了 对吧 过去了 但是呢 房地产领域的不公平是存在的 那我是觉得下一步呢 政府肯定会发展大力发展公租房 因为深圳 广州这些城市也是需要的 因为你可以向深圳 房价太高了 年轻人买不去 租不去 但是深圳又需要年轻人来创业 那么这个还是房价要 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服务 还是要强化 财税体制改革是三中全会决定的另一项焦点 郑永连指出 关键座于中央应该允许地方扩阔税基 同时放权激发地方和企业的活力 像小匪税呢 我这有些中央跟地方分配的时候 地方多分一点呢 但是呢 这个呢 中央跟地方的财税的分配呢 我是觉得也不会一刀切 政府提供优州的服务 又去推动经济发展 那么是个良性循环 对吧 如果你经济不发展 光气收市 那就是被人恶性循环 像前段时间那个 所以税收倒查三十年 对吧 那个这样的民营企业 就是它的不决定性就反而强了 对吧 所以呢 我是看下一步可能 中央地方政治财税调整呢 它不光是一个税收分配的问题 更是一个发展的问题 这次的这个决定啊 还是一个发展导向的一个文件 还是要推进这个发展 就是发展过程中做何分配 郑永年又说 三中全会决定全民 强调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轰行发展 既是体现中国传统哲学 也都吸取了西方国家的经验 无线电视记者陈昌在深圳报导 奥运香港游泳代表团游巴黎回港 拿到一百米和二百米自由泳 两面铜牌的何思培说已经尽力 没有留下遗憾 女飞鱼 何思培和其他队友 走出接机大堂 有在场等候的市民欢呼拍手 何思培在东京奥运 拿到两面银牌 今届背负金牌希望 最终赢得两面铜牌 亦都成为拿到最多奥运奖牌的 香港运动员 我觉得只要我在比赛 过去的三年训练尽了自己努力 在比赛中做到自己最好的 我就觉得没有遗憾 我去这些奥运的目标 不是希望为了成为 拿到最多奖牌的运动员 我都是做了自己的本分 尽力去比赛尽力去游 然后可以为香港争光是一个光荣 之前真的为比赛觉得很紧张 希望可以做到什么成绩 但今次我真的希望 可以好好享受整个过程 因为我不知道 我未来会不会 可以去到下一届奥运 所以如果这是最后一届奥运 我真的很想 享受整个时刻 被问到将来退役的打算 会不会做教练 他敢回应 我觉得我没有做教练的Quality 我觉得做教练一定要是 除了对游泳 是有一个很深的认识之外 你都要是很有耐性 很有… 因为我有个很好的教练 我觉得我永远做不到他 所以… 还有我觉得我自己有其他的Passion 可能是想做心理学家的方面 他说暂时会先休息再投入训练 准备10月中的比赛 我最想做的是睡觉 因为过去… 那两个星期一去到村道 接着有连续这么多日比赛 其实… 你这么紧张和那么兴奋 其实晚上都睡得不太好 当我比赛完之后 那一天开始就已经… 可能还是… 还是在比赛的状态上面 所以… 睡都不是睡得很好 所以… 我很期待来这几天 只是在家睡觉 什么都不做 何思培拿到两面铜牌 获得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 合共300万的奖金 至于如何用至少300万的奖金 何思培说暂时没有决定 部分会拿来多谢他的团队 又说没有他们的支持 不会有今天的成绩 不少市民也自制心意卡 专程入机场送给何思培 说希望以她为目标 我可以亲爱见到偶像 很开心 而且她这种力量很令人感动 而且我很支持她 女儿是何思培的偶像 所以她今天见到何思培 就梦想成真 艰苦、努力、努力不懈、永不放弃的精神 延续给女儿 她曾经说过一句 就是 not thinking about making drastic changes just improve 1% better every time 这句很启发到我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余不得 香港教育当年来都被指系填鸭式 最新的一次学生能力国际评估 学生创意思维更低过平均分 本港推行steam教育当年 应该学生的创意思维和解能能力 仍然落后其他地区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香港和新加坡的教育模式 都曾经被指填鸭式 但今次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中 新加坡在创意思维方面 以41分名列第一 香港就只是排18 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做了什么改变呢 简单一张纸一把剪刀 只要发挥想象力 可以创造出千变万块的作品 冯太太和女儿乐情 常常都一起玩剪纸游戏 你那只是白蚤鱼 留给你 一人剪一个然后摆在一起 再配合光影 会创作出什么呢? 在排骨里面 它被鲸鱼吞了下头 比起学校的功课 预备密书和考试 乐情更加享受 这些课堂以外的小游戏 你抄很多次 其实都是抄同一样东西 学生的应该要这样做 但不应该做得太多 因为你为了应付一些密书 或者考试 帮你升纵 你都需要用到这些东西 但是更加在你未来的社会 可能你出来做事 你更加需要就是 presentation skills 政府在2015年开始推动 STEM教育 希望学生用创新方式 解决日常生活的问题 但是冯太就认为 学校的课堂始终太多限制 决定用其他方法 培养女创造力 举例常识 可能会融入这些元素 而且始终它都要有学校的课程去做 所以可能它是每个单元 才会放一个练习 类似于这些模式 而且始终传统课堂 都是一个老师对着可能30个学生 变成了可能每个学生去发挥的时间 或者老师听到的学生 给到指导的会有限制 这个很可爱 照进去有些曲曲的走出来 看这个 好像是一只魔鬼 好像一只 最新一次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指 香港学生在创意思维方面只有32分 比平均分33分还要低 冯太认为 学校不应该只是着重背重知识 如果大家都跟以前的做法去做 其实社会可能没有什么进步 走了十年二十年 都是用以前的方法 就没有进步了 要去创新的话 其实才可以令到社会进步 那创新未必是好天马行空的 我觉得是奉他已经有的知识 他将一些东西去结合 或者想一些新的方法 都是一个创意的概念 如果老师可以来上完之后 那由老师回学校去测试 又宽治是创意教育机构负责人 这一日他和同事开会 谈谈如何训练日校的老师 教学生创意思维 香港和新加坡的教育方式 都曾经被指是填鸭式 但今次学生能力国际评估入 新加坡在创意思维方面 以41分名列第一 香港就只是排第18 又宽治认为新加坡能够跑出 是因为当地自1999年推行教育改革 真是将创新思维融入每个不同的学科 第二点是非常主张跨学科学习 因为当你不同的老师和学生 要做跨学科教育学的时候 你的思维是要更加打开 你更加需要创意地去解决问题 在香港都有将创意 神思名便是critical thinking 这两个字是有摆进去的 但在学校怎么应用呢 暂时就未看到很多 他说新加坡在私之培训 亦下了不少苦工 更加有学校专门培训在职老师 教他们将创意思维带入课堂 你原本不是读艺术的 不要紧 我们在这里有什么课程 原来我们还有一个网络 让所有教不同科目的老师 例如音乐、黎律师、艺术 可以和其他科目的老师 一起去探究和去研究 究竟他们怎么可以将创意思维 放入他们的课程中 在学生能力国际评估中 排行第二的南韩都早在十几年前 调整教育课程 在2009年开始 南韩政府已经决定 某些强制性的课程 他们是会减少的 因为如果不断加上去 根本老师、学生、家长 是没有可能 无限量去容纳、接收知识的 南韩就在2016年 从小一到中三 每个学年里面 有一个学期是不需要考试的 希望可以提供更多探索式的创意学习 活动给学生 2022年 特区政府提出以普及化、趣味化、多元化的方式 在中小学大力推动Steam教育 曾任中学校长的立法会员邓飞认为 已经教以往着重发展学生的创意思维 因为Steam教育是将综合运用科学、数学、工程、技术等等 以至到一些人民的思考都放在 然后去解决一个真实的问题 无论是创意地发掘问题还是创意地解决问题 这些东西综合放在一起的时候 所以Steam教育必然是要讲求创意的 推动Steam教育的自动也是在推动创意的教育 但是有学者就认为 现行的教育方式实行上 仍然未能鼓励学生运用创意 但我们不要搞错 Steam和创意教育是两件事 你背了这条formular 然后考试就用出来去计数 或者E等于Mc² 我们去计数 又或者是我计了那个code 但是如果一个学生只是执重点 就是我去背了那个code so that我考到试 拿到分的话 其实这样和创意之为是两件事 他认为现在学校的课程编排 往往令到老师要一直赶进度 很多时没有空间 将知识带到日常生活 譬如说我是教环保 或者教海洋 那我不如真的带他去海洋看看 或者我真的带他去T Park 真的看看回收措施是怎样做的 其实老师有没有这个空间 他没有 因为他已经追不及那些货文 他还要去想 我可不可以有半日时间 带学生出去去看 其实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中 创意思维其中一个定义 是带来原创和有效的解难方法 郭凯杰认为香港教育过于着重考试 学生追求标准答案 亦都阻碍了他们思考 如果你和一个学生聊天 他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Marketing Scheme 这样的时候 你想想 他怎样能够去发挥这样的创意 去超脱model answer 去做一个解难的能力 他怎样能够去心里面有这样的 所谓的mindset 去用这件事 有这个意识 去将它应用在他日常的生活 乃至他日后的发展里面 这个是出现了一个脱节 邓飞亦都认同 学校未来可以减少考试 让学生有更多空间 从不同的活动里面学习 你要推动创意科学教育 Steam教育 是用比赛来替代考试 用这个方案去令到我们学生 透过Steam去啟发他的创意的学习也好 或是令到小学和初中 以至到将来高中也好 能够将Steam教育或creative教育 去放到作为assessment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 教育局指会参考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的结果 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意思维 和其他共通能力 为学生全人发展和终身学习打好基础 邓飞认为全球经济模式转变 当局需要推动学生创意 以提升本港学生的竞争力 无论是传统的工业也好 还是传统的服务业也好 基本上那条道路是很明确 就算是填鸭式教育去培训了一大班的学生 它完全可以满足到旧的经济体 现在整个创科经济牵动着全球的经济发展的时候 就不是将一些东西整成一色一样的 倒模地倒出来的 而且还要满足我们的customize 即是个人化的需要的时候 就变成要很广告创意 时事多面看 今集时间够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